慧能大使 二十四岁 在吴祖方丈时里面 就听那么一点点金 就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这是偶然吗 如果是偶然 吴祖慧下那么多的学生 跟他那么多年 为什么不开悟 这句名号很简单 三岁小孩都会念 可是名号的这个毅力 真的 不要说是霸食老翁 不明白了 正如佛在经上 所说的 唯佛与佛了 方能就近 等着菩萨 对这句名号 甚甚一礼 也像各罗望约一样 他的功德了 即使设方祝福 臣说 差说 都说不尽 联池大师 对我们说的这些话了 句句都是真话 因为 名号 就是法界的体现 孤 孤 名号 功德 不可随 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 能念一句 功德 就不可随 但是他得不得受用呢 这就很难讲到 真正得受用 必须要具备 信 愿 行 三个条件 那 王生 那就又必须 要具足 像经常所说的 不可以善根 而少善根 福德因缘 得生必顾 你要记住 善根 福德因缘 少了还不行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真的 想要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进土 那你就在念念 修极 善根 福德因缘 那么我们也曾经听说 福德 这部经上也讲到 灵敏忠实 神念 必胜 是不是 于经上所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 相矛盾 有没有这个情形呢 我相信 许多人 有这个怀疑 这个怀疑 自古以来就有 古大德 古大德 在今天论述 讲解当中 也都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一生不相信 宗教 不相信 不相信 佛法 可是在 灵敏忠的时候 偶尔 遇到这么个缘分 遇到一位善友 劝他念佛 劝他求生 净土 他在这个刹那之间 听了之后 他就相信 他就接受 他就罚愿 求生净土 自然也能 那这跟弥陀经上讲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 得神皮股 不就冲出了吗 我们反复 是感觉的 真有问题 可是 真正有功夫的人 他看起来 不但没有问题 跟经上讲的 完全相应 这什么原因呢 这一生他没修 人家前世修的 过去生生世世 累积的 善根福德因缘 这一生当中 没有机缘 遇到佛法 急急呼呼 空过一生 没有想到 在灵敏忠时 他遇到善友 这一提醒 把他阿赖耶诗里头 善根福德的 种子 引发起来了 他成就了 是不是偶然呢 不是啊 慧能大师 二十四岁 在无足方丈时里面 就听那么一点点精 就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这是偶然吗 如果是偶然 吴族会下 那么多的学生 跟他那么多年 为什么不开悟 学佛的人 必须知道 因果通三世 过去身中 重的这个善根福德 因缘 这一生 缘成熟了 他就享受到了 那如果这一生 没有缘呢 那还在 来生后世 总会遇到缘的时候 这不定在什么时候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对于 经典里面所说的 祖师大德所讲的 不能相信 可以成疑 不要反对 成疑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不懂 我并不怀疑反驳他 我自己 德行 智慧也 还不够 这个存疑 是好事情 古代的常讲 小疑 小物 大疑 大物 不疑 就不误了 这个疑 不守怀疑 是我听了之后 我相信 他讲的是有道理 但是我现在的智慧 德行不够 我还要加工永恒 总有一天 我对他这个问题 明白了 这就正确 这是佛门修学良好的心态 阿 尼 佛 佛